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会长到一米酒 那就慢慢长 所以说他只爱老到三字天 反正他不爱说四个大人海 别一种有梦想 别一种好兴趣 小龙包 他为什么懂得喝喝 他还说高兴呗 小弟弟为什么也乖 小弟弟为什么也很opic 一言一珠有梦想 一言一珠好兴趣 一言一珠好兴趣 苏儿是elujah 伯仁呢 我硬兽说 хочу 前几天有天 主打不天 苏儿是叉牙 主打不适当ких 这一套说的工业不好了 不要去 别愿意猪有风向 别愿意猪好兴趣 好兴趣 一米九 把我的花图还给我 快还给我 不该就不该 除非你请我吃两瓶包子 凭什么 给我 我的新衣服 一米九 你赔我的衣服 我 我帮你把它补好怎么样 补 怎么补 搞定 怎么样 还帮你改成了时髦的乞丐妆 前面是补好了 姑娘也不能把我后面剪成这样 我不剪后边哪来的布给你补前面 这下可好了 衣服的前后全冲破的 一米九 你又犯错了吧 我犯什么错了 你就像那个智驼背的医生一样 只看局部而不顾整体 什么 智驼背的医生 庄的医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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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驼背吗 驼背是疼的 但也不必叫得这么想 我愿意 别闹 认真点 是啊 这回你可是主角之一 用医治的不就是你吗 好了 别闹了 说正经事 大夫 我儿子的病能治好吗 治不好 当然了 现在可是科技不发达的古代 还没有治好驼背的方法 胡说八道 自己医术不好 还怪科技不发达 来人 把他拉下去 打二十大板 再罚交双倍的税 吃 走 快走 我不干 我要治病 乖儿子 别闹了 老爸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到能治好你的病的医生 哪去找我那么多大夫都说没法治了 哼 我就不信 有钱还怕请不到好医生 你放心 老爸一定多收税 多赚钱治好你的病 好感动 就是包子 没错 这是现今最时尚最流行最前卫的包子造型 味道可好了 不信你尝尝 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 你在厨师学校里是怎么学的 嗯 我要是真上过厨师学校还会到你这小包子铺里来混 看想要滋味还不容易 我到 这下够滋味了吧 老板 你尝尝这块的包子 闻起了味道够浓 你这包子里放的什么调料啊 你不是说要味道吗 那也不能什么都放啊 那我管不着 只要有味道就得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这个冒牌厨师永远不要再见到你 看来这厨师也不是好冒充的呀 这么多呀 这么多的税 也不知这些钱从哪来 有多少人要遭殃喽 嗯 很好 走 咱们收税去 是 大人 一 二 三 四 六 六 七 大人 收那么多呀 多什么呀 刚听了告示 要招聘神医 不多收点税 哪来钱治病啊 是 是 是 大人高明 有那么多税金 这倒是个好机会 我要发财了 喂 有人吗 收税了 听着 你要交纳个人所得税 房屋增值税 种田土地十六税 宠物饲养税 献牙维护税 献太爷儿子疾病治疗税 总共 总共是七万六千五百四十三两二钱一离 那 那么多 可我这样 没钱 没钱就搬东西 去 大人 放好了 还有这个 别落了 去 你放了他 求求你放了他 走 走人 气死我了 大人 求你放了他 大人 金丁 真是只有衙门收税 不管百姓死活 县官的职责 处理本县各项事务 包括审理案件 匯报工作 管理百姓 还有收税 听见了吗 收税是我的职责 可这上面没有说 我还要负责管你们的死活 你这个庸医 还是回家好好学习医术吧 收了半天 就收了这么点事 你说今天的告示 贴出以后 会不会有人来应聘 给我儿子治病呢 有人 这个出场方式还真特别 你是个什么东西 是人 早知道就不模仿蜘蛛侠了 人怎么从树上掉下来 这是什么 专制驼背 本人专制驼背 拥有二十余年的专业治疗经验 不管长得像张公 还是长得像吃虾 偷偷都能试好 不打针不吃药效果好 不反弹随时随走 有那么好 当然 拖背不值不要钱 大夫 不 高人 大师 衙门请 衙门请 大师 病人来了 可以开始了吧 好 好 当我准备一下 医疗器械呢 这将就用这个了 小公子趴下 不要啊 不要使得使得 为什么 这种疗法 以前用过 没作用 这招不管用 不管用 不管用 不管用不要紧 我还有第二套方案 出了擀面杖就是彩刀 你不会是个厨师吧 我保证刀法被厨 天 出不压了 为什么 用擀面杖也就罢了 现在又要用刀太危险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问你 你不是神医吗 哼 你装什么神医 想不出办法 也一样是二十大板 双份税收 还告你一个非法行医 关进大楼 对 关进大楼 别别别 让我再想想 还有什么招呢 只有用这个了 这么小的按摩 做包子都不够 小 鲜小可以换大的 少爷的病情太重 只能用第三套疗法了 不过 不过什么 要是能有一块门板 保证板道病除 快 把门板搬进来 来了 还我门板 这是怎么了 大夫 你给评评理 他要给儿子治病 为什么拆我家的门板 就一块门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别理他 治病要紧 你刚才说他们拆门板要干什么 治驼背 你是大夫 你得评评理 治驼背 拆我的门板干什么 拆了门板 就能治好他儿子的病了 你来评评理 不好 要出人命 不顾百姓生死 就不得好死 快去救人 快 站上去 大家一时劲保证驼背消除 这行吗 不行 不能这样 去 出去 别打扰我给少爷治病 这哪叫治病 你这是要人的命 得了 上次你也没把少爷的病治好 我虽然治不好他的病 但也不会像这位庸医一样要了他的病 要命 血口喷人 这位小朋友的驼背是因为脊椎骨壳变形造成的 现在你要用蛮力把他的驼背压直 那不危及生命吗 啊 什么 那我儿子岂不是要被你给治死吗 你的告示上只写着治驼背 只要把弯的变成直的就算成功 至于他的死活我可就管不着了 怎么能不管呢 你是大夫 人都死了驼背直了有什么用 就是就是 你说有什么用 还说我 你不也是一样吗 我 我可没当过医生 你当宪官 不也是只管胡乱收税 不管百姓死活吗 呃 这 身为县官只顾抓钱 连百姓的死活都不顾 和他这个庸医有什么分别 这个故事出自江英科的雪桃格吉 他一方面对官府的科捐杂税 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 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只顾局部 而不问整体的思维方法是极其荒谬的 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当从全局出发去考虑 呃小龙包对不起 我这就上裁缝店给你补衣服去 嘿嘿嘿 嘿嘿嘿 你也一种有梦想 你也一种好新奇 一言一组有梦想 一言一组好心情 好心情